各位,我想你一定曾丢失过某样东西 尤其当我们遗失一件对我们很重要的东西时 我们一定会很焦急,且希望能把那样东西寻回来 而当我们一找回我们所遗失的东西 那种失而复得的喜乐更是难以形容的 但有时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东西 如属灵的祝福 一个对属灵之士不敏锐的属肉之人 只有一直关注今生短暂的福乐 根本不会在乎或是意识到永恒祝福的重要性 或者有些人一来都误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是不配被看中的 所以就不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自我价值了 但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在人迷失时 主动来寻找人的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5章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敬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就请朋友临舍来 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 然后,耶稣下面也讲了两个类似的比喻 说到一个妇人失而复得一个银币 还有一位父亲失而复得一个儿子 各位,你有意识到你就是那位迷失的吗? 有些人迷失是因为他们根本在灵里 还没苏醒过来 所以还没发现基督福音的宝贵 有些人迷失则是因为他们被 今生许多的思虑给占据 或是被许多偶像给迷惑了 或者,他们因被自己的罪和私欲试探 就离神的道很远 无法听进神的话 另外,也有些人虽然已经认识了主 却因在教会受过伤 以致离开教会,在外头漂浮不定 也有一些信徒虽然仍在教会当中 但心灵原来是迷失的 生命的方向还未转变 因为他们看不到神的价值 来到神面前所求的 竟都是次等短暂地上的祝福 却不稀罕属灵的祝福和渴慕神本身 造成人迷失的因素其实有很多 并且,我们的基督徒生涯 其实是一系列的失而复的过程 因为我们一下子跟神和好了 下一分钟又很容易被自己的私欲和世界给掳去了 但慈爱的神又会不辞劳苦地把我们寻回 可惜,我们回到神身边不多久 很快地又会被试探而对神冷淡或是麻木起来 但感谢主 耶稣的使命就是寻找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十九章说 人子来,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正如在圣经的比喻中 牧人不是等羊自己回来 因为羊是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的 所以牧人就主动地去寻找迷失的羊 这也说明基督的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 乃是神的恩典 而且神的恩典不是微小的 乃是奢侈的 正如那牧人竟然愿意放下九十九只羊 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或许我们起初读到这个比喻时 都会想 这牧人何必那么在意那一只羊呢 他不是还有九十九只羊吗 为何不省下麻烦 好好地满足于那九十九只羊就好呢 但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看重 他每一个所拣选的儿女 耶稣曾说 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他的羊夺去 所以因为神坚忍的爱 每当我们迷失了 他必会主动把我们寻回 而且我们的神是很细致的 纵使他有很多羊要照顾 但若任何一个有问题了 或是迷失了 他一定会察觉到 而且即刻帮助或挽回 最后 无论是找着的或是被寻回的 都必然欢喜快乐 如果大家曾经历过失而复得 就会明白那种喜乐是何等的大 如果说起初拥有的时候有喜乐 那么经过失去的伤痛后 又重新得回的那份喜乐是更大的 所以比喻中的牧人一找到迷失的羊 就召集了朋友大肆庆祝一番 不但是找着的人开心而已 被寻回的那位也必然恢复喜乐 那迷路的羊回到羊圈后 一定会再次享受到安全感 那离家的浪子回头后 又再次能享受父亲的爱与照顾 必然会欣慰万分 而被遗失的隐蔽虽是没有感觉的物体 但当他被寻回后 又再次能恢复他的价值 成为他主人手中有用的隐蔽 以致恢复他存在的意义 我们也一样 若我们被主寻回 就能停止不安和被捆绑的生活 又能在神的保护与引导之下 享受我们的日子 我们且能因与神和好 而找到自己的价值 角色和人生意义 这是何等喜乐之事 所以各位 你今天愿意被主寻回吗 主耶稣说这比喻的用意 其实是要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 因他们对耶稣接待罪人很有意见 但这些犹太领袖没有意识到 原来他们就像那迷失的羊 和那离家的浪子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完成律法的要求 所以就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他们仿佛把自己当成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 但他们却不知道原来他们的行为救不了他们 他们需要大目者耶稣的赦罪才能得救 若他们不悔改 那天上也没有理由欢呼 因为他们仍然是迷失为得救的 其实慈爱的耶稣正在向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发出邀请 若他们愿意向那浪子肯悔改回头 他们还是可以得饶恕的 只是他们很多位还是拒绝了耶稣 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远离神 但神向我们伸出他恩典的手时 当神在寻找我们要挽回我们时 我们是否愿意回转跟随他呢 但愿我们珍惜神的恩典 且谦卑回应他 当我们又回到神的养眷时 无比的喜乐与平安 必然等候我们